15.太陽報 上市委員會換入百名新成員 2015年7月11日財經B01港交所00388 相一屆上市委員會大執委 港交所作公布 上市委員會換入百名新成員 同時,Taylor Steven將接替李嘉市出任上市委員會主席 有市場人士認為 新換入的上市委員會委員 不少都市交中立及嚴謹 預料上市委員會未來方向或傾向保守 雖然今年上市委員會只有三名成員 96年任期 按例需要退任 不過,最終卻是一共有八名成員被換出 而去年亦只事有五名成員換出 百名新成員為斯力達律師劉合伙人白禮仁 羅冰涵永道合伙人陳朝光 中銀國際亞洲全球客戶中心董事總經理周易邦 Lombert Odier及初資本合伙人杜漢文 入興資產管理亞洲區主席陪布雷 港燈電力投資獨立非執董羅拔士 諾希爾董事總經理嚴玉如 國葉陳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葉麗德 接替李家事、葉天賜、梁小冬、李繼昌、 劉庭安、麥毅俊、黃明華及陳秀梅 即時生效 未來方向遼崔保守有熟悉市場運作人士指 今次上市委員會換入的新成員人數的確比以往多 但認為與同鼓不同權勢而沒有關係 因爲上市委員會早已通過有關諮詢草案 指示證監會最終否決 並認為今次加入的新成員 不乏富經驗、忠拿及嚴謹的人士 預料上市委員會未來方向或傾向保守 此外,去年才加入上市委員會的 Jane Chipponis創始人何志安 已迅速升這成爲上市委員會副主席 中華 吳末 等於 很多 後